根據研究 老年人的生活活動型態 是影響成功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課程采用美國南加州大學 所發表的生活型態再設計概念 主要是讓學員學習如何指導老人 透過參與以及調整日常職能活動 達成預防老化以及健康促進的目的 主要的上課介面 是不是很像在看綜藝節目呢? 我們就是要讓大家在輕鬆的數位環境底下來做學習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十週的課程 大家會學到什麼呢? 首先第一週到第五週是比較偏向理論的部分 我們會用豐富有趣的例子 還有插畫來協助大家學習一個全面性看待健康的方法 以及職能活動的意義和健康的關聯性 課程中還會以我自己當例子 用生活敘事史的方式來為大家示範如何執行 職能自我分析 另外呢我也會向大家說明生活型態再設計的架構 以及如何執行 還有我們文獻回顧所得的結果 台灣老人的生活範疇是什麼? 以及最後第五週呢 跟大家講講老化的迷思 還有老化對健康和生活的影響 後五週屬於偏向實作的課程 用以指導學員 實際進行生活中各種面向的活動型態改造 除了本來就有的插畫 還有說明之外呢 我們還加入了許多實景拍攝 來示範有關高齡族群呢 身體活動的原則與方法 比如說有樂齡學員的伸展操 還有關節活動舞蹈 還有家庭環境中的生活活動的正確知識示範 像是怎麼做啊 還有怎麼讚啊 你怎麼撿東西啊 你怎麼樣做家事等等 以及如何利用平常就會做的活動 來練習提高激勵與平衡能力 另外也有如何防止老人跌倒的環境改造指引 課程的後段呢 還有增加使用導播系統 來帶領學員進行心智活動的練習 還有盡可能使用活潑的方式 來說明老人吃喝玩樂的生活範疇 可以健康改造的方法 比如說鼠來寶口訣朗誦 喝開水更健康 我去拿不掉 掃運多數掃精緻 新鮮蔥食掃加工 最後我希望所有的學員 在上完本課程之後 都能夠有能力以及熱情 指導老年人安排一個有意義的老年生活 TVs都可以慢慢給你 我們長在大森林裡 也有可能 西青龍 海南無殊 無殊 老年會 溫入 羅緯 海南無殊 海南無殊 北山無殊 海南無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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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無殊